那现在虽然有科技 我们的生活比不上古人 古人心情景真有快乐 现在人们有快乐 现在人生活在恐怖当中 无论多高的地位 多大的财富 他心心不安 我见过亿万富翁 告诉我晚上睡觉 吃安眠药 吃上瘾了 没有安眠药不能睡觉 你就想到他多痛苦 地位再高 一天 他要听多少诗 多少信息 古大德教给我们 知识少时烦恼少 是人多处 是非多 你要认识的不知道干什么 都是非就多了 所以一个人清醒 我大概有五十五十多年 没看电视 不看报纸 没有杂志 我这里没有信息 我手机都没有丢掉了 审视 审视嘛 好比要听那么多信息 给你带来烦恼啊 不听 不听 你有权力 放松这些信息 我有权力不接受 我每天看的时候 佛经 圣仙 惦记 我跟圣人在一起 跟佛菩萨在一起 你说有多快乐 说明这个事情 现在人行啊 可以能跟古人同样的 这个心情 同样的慈喳 这是你愿不愿意干 愿意这里打听 那你就打听 你有麻烦可打了 是你自找烦恼 叫自寻烦恼 不是烦恼找你 你找烦恼 我们只要是不肯 不接受烦恼 他就没办法找我 那我们突然碰到这个事情 我们看得比他清楚 看得比他准求 心低于情境 齐心动念 是智慧 不能有欲望 就是不能有自私自利 不能有明文理 不能有贪真迟慢 这还算 有这个东西 智慧就生不下来 负面东西全部排除 通道往下 你遇到的 那个反应是智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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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